欢迎收听美利坚演绎,我是刘仁谦 上回咱们说到在2001年的9月11号 美国遭受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恐怖袭击 那9月1事件发生之后 布什政府就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让那些恐怖主义分子血债血偿 于是他在之后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 这阿富汗当时是由塔利班政权来执政的 塔利班意思就是伊斯兰教的学生 他们本来是一个武装的游击组织 后来夺取了阿富汗的政权 他们对于美国同样具有 本拉登和基地组织那样的敌势 于是两边就沆瀣一气勾搭在一块 于是塔利班也是为基地组织和本拉登提供庇护 于是美国给塔利班政权下了一个最后通牒 说你赶紧给我把本拉登交出来 然后还得满足一系列的这些条件 否则的话我就立马过去打你 那塔利班这个时候是非常应急的 他们的底气主要来自于阿富汗这个国家本身的地理特点 咱们之间说过在八二年代那会儿 苏联曾经入侵过阿富汗 但是就被拖入到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阿富汗这个国家首先它不临海 所以你像美国这样的海上强国 就不能说航母往海线上一架 然后飞机去轰炸去 这种传统的这个海上强国的政策就行不通 那布林海也意味着它如果想打过去的话 必须穿越其他国家 比如美国的话就必须得借到巴基斯坦 那这样的话补给线也是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再加上阿富汗这个地方基本上80%的地方全是光秃秃的山 那很难以战养战 也就是说靠在当地站下了这些地盘掠夺物资来弥补战争的成本 再加上阿富汗全是山 所以人类跟你打不过正面很简单 直接往山里一躲 你作为外来者是完全不熟悉当地的地形 但是这些人呢在这都不知道游击了多少年了啊 经验太丰富了 所以呢说白了就是打不过你的时候我就跑 等你累了烦了我再出来骚扰 那这些呢就让当年的苏联啊和后来的美国都非常的头疼 所以呢阿富汗也被称为帝国坟场 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吧 其实你要说顺利也很顺利 直接呢很快就占领了大面积的领土 但是呢这个塔利班一打游击呢 美国就完全适应不了 所以呢后来这战争啊打打停停 一直打到了后来奥巴马上任的时候 还需要继续增兵 直到后来的2011年呢 才终于把这本拉登给抓住了击毙 当然了也有一种说法啊 是说因为当时奥巴马面临连任竞选 他呢需要一个极大的这个竞选筹码啊 一下把他的这个民意支持率弄上去 所以呢实际上本拉登早就抓住了 或者说早就找到他住的地儿了 但是呢一直没下手 就等着在这个竞选的时候 作为一个巨大的筹码 把本拉登抓着之后呢 美军就开始撤 美军撤了之后呢 这个仗就变成了阿富汗正规政府军 面对塔利班的游击队 那这仗呢一直到现在也没停过 除了阿富汗呢 布什政府另外一个所谓的反恐战争的目标啊 就是伊拉克 这伊拉克政府呢 虽然明面上没有任何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 但是呢布什政府啊 就说他们第一窝藏了大量的恐怖分子 第二呢 藏匿了大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那么如果伊拉克的萨大姆不主动的把这些人和这些武器都给交出来的话呢 那美军就要直接攻过去 这场战争呢 在美国国内啊 是继越战之后民众支持率最低的一场战争 有很多人啊 觉得说打阿富汗 打塔利班 打基地组织呢 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呢 打伊拉克实在是失出无名 因为这个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莫须有的这么一个东西 在这个美国啊 彻底把萨达姆政权弄倒台了之后呢 也压根没翻出过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 所以美国国内呢 尤其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啊 就经常指责布什政府 说你们实际上就是为了石油 为了军火去打的这场战争 那美国国内都这样啊 更别提其他国家了 除了像我国和俄罗斯 肯定是反对这场战争以外呢 像法国和德国这些美国在北欧的盟友呢 也是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上 除了英国 澳大利亚 还有日本 这几个最中心的盟友 或者说小弟都一直在背后摇旗呐喊之外呢 这次啊 美国可是实实在在的感受了一次 什么叫千夫所指 因为呢 当时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啊 都有特别大规模的那种反战的游行 基本上啊 不时每到一个国家去进行正式访问去 那个国家呢 肯定要进行反对他的游行 那么美军在伊拉克这边打的这仗啊 比阿富汗那边还是要顺利多了 因为伊拉克呢 确实在地理条件上啊 不具备阿富汗那么多的天然屏障 好多人还指着萨达姆能争点气 多拖着美军一会儿 去把他拖到这个巷战里边啊 然后呢 让美军多出点血 但是呢 到最后啊 萨达姆这边的军队还是被平推了 萨达姆本人呢 也是在2003年的年底啊 直接被美军给抓了 后来呢 处以绞刑 那么大规模的正面战争结束了之后呢 伊拉克这边也是像阿富汗那样啊 一直有游击队去反抗美国和美国后来扶植的这个亲美的所谓民选的政府 所以美国呢 也是后来一点一点撤兵啊 不敢一下都撤了 直到奥巴马的任期呢 才是把这个兵彻底给撤干净 但是呢 美军一走啊 伊拉克这个局势立马又出现了动荡 后来呢 在一些地方的这个权力真空就导致了更极端的组织 也就是伊斯兰国ISIS的上台 那么在中东这边啊 连续打了两场伟大步调的战争 也是让美国呢 绝大多数的外交精力呢 都牵扯到了这一地区 那这个呢 就给我国的发展啊 提供了一个真的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因为咱们之前说过啊 在911发生之前呢 美国对我国的这种欺压啊 可以说是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那它呢 是非常不希望能让我国有这个喘息的机会 去得以发展 但是呢 这整个00年代啊 美国的精力就全在中东这边 给了我国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 我国呢 在这段时间保持着每年两位数的GDP增长 从连美国加州一个州都不如的情况呢 逐渐开始超越那世界前几号的经济强国 包括英法德这些国家 后来呢 也超过了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 当然了 如果从后来贸易战的这个教训来看啊 如果当年我国的发展呢 能够少去靠房地产拉动 而更早地进行产业升级高科技发展的话呢 说不定现在的结果也会更好一些 小布什呢 是一共当了八年总统 他的成功连任呢 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911事件啊 让美国人更团结 而且之后的那两场所谓的反恐战争呢 起码表面上战果辉煌 但是呢 在布什的第二个任期里面呢 他这个支持率啊 就一路猛跌 而且呢 在他的这个执政默契呢 出了一件大事 就是次贷危机 这次贷危机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来比较复杂 简单来讲啊 就是美国呢 把这个贷款人分成三类 那信用最好的呢 叫优级 然后叫次优级 最差的那种 也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偿还能力的呢 就叫次级 那他们贷的款呢 就叫次贷 那么在房价疯狂上涨的时候呢 不管是开发商啊 还是银行都希望能多赚点钱 于是呢 他们就罔顾风险 去把这个贷款啊 批给那些信用不好的人 那等着房价开始往下跌呢 那些本来就没什么钱的人啊 就发现他们欠银行的这个贷款 尾款 比那房子值的钱还多 于是呢 这帮人就开始产生了大量的赖账现象啊 就是说你房子我也不要了 反正我不继续还钱了 如果只是失经到这呢 其实啊 受影响的也是一小波银行而已 但是呢 这帮银行贪得物厌啊 他们呢 是把这些人的这个住房贷款 抵押凭证呢 是给打包包装 又以不同的形式呢 出售到了很多其他的市场上 所以呢 这房价一跌 一赖账呢 就引发了连锁反应 股价呢 疯狂的跌 好多公司呢 要申请破产保护 实在经营不下去了 于是呢 就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那么即将卸甲归田的布什呢 是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咱们且听下回分解 就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就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就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